视频中这个小伙 他被称为当代武官 他能用木头做出各种豪车 价值千万的劳斯莱斯 甭管是天上飞的 水里游的 还是地上跑的 就没有他不会坐的 他坐的会行走的温流车 更是被玩具公司花50万刀架买走 这位贵州深山里的小木甲到底有多牛 今天带大家认识这位小木甲 他叫毛凤甲 来自贵州村医 从小就跟着爷爷成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将爷爷做木工的视频发布到网上 没想到收获了百万的木头 拍摄几期视频后 爷爷由于身体能够 无法继续拍摄了 他只得自己操刀上阵 可能是从小到尔能不染 也可能是小毛有着过人的天赋 他将传统务工与现实生活完美如何 关注他的粉丝越来越多 女友要高分鞋 以及手提包包他都用木头做 还有奶奶用的各种生活用品 全都是小毛用木头做的 他还做出了80年代的风车和传统务力 男子出生以后 他就开始挡了 从婴儿床到婴儿车 横着走的螃蟹车 最走路的鸭子车 人家孩子有的 他家孩子一样都不少 孩子大了 他直接给孩子找了一辆厂棚跑车 网友都表示羡慕故意 都要求他做一辆成人版的昆尺大吉 没成想小毛竟然真的给做了出来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些车居然真的能跑起来 什么装甲机 超级坦克 都被他用木头做了出来 这些车居然有的 老家 全島 體重 子裡 子裡 擠 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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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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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年轻啊